大家好 我是调查员嘉惠 最近谷制油价下降 而我们的油价亦相见地下跌 可以说是为车主减轻了一些负担 但是这条华底 那头网络上有一个很可怕的说法 就是加油站存在一些警惯 在你眼皮底下 将你的油价偷走 希望 请大家加门 加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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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OK 好 加门 小心 停停停停停 有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刚才大家看到的模仪片段 就是网上承传的游枪偷游方法 所谓的偷游其实是指 工作人员在用游枪加油的时候 频繁的开关游枪 这个时候就会有空气 灌入车里面的游箱那里 导致加入游少了 网上还建议大家 如果见到有工作人员真的这么做 可以直接分析 这个传言在市民当中流传的果不广呢 我们问一下街坊的意见 听说过加油的时候跳枪会偷游呢 有听过 有听过 我知道 有听说过 听说过 那如果你见到他们在这样做 你会怎么办 我说他 我说他 都没办法的 没办法 看来很多街坊都听说过跳枪偷游 甚至有些街坊真的亲眼目睹过 不过可能又不太肯定了 所以是感到不感如 为了查清真相 调查员马上前开调查 那为了验明是真还是假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油枪究竟可不可以将空气灌到油箱里面 调查员为了查清楚跳枪是否会令到空气灌入汽车的油箱那里 想到了一个无意小实验 于是我们找来了一支水枪和一个抗泉水箱 我们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 拜托帮我加满 而第二种就是帮我加200元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以要求加满为例 首先是以这个555毫升的空气灌为例 代替我们汽车的油箱 然后用这个水枪来代替油枪 尝试将这个水搭去这个罐里面 看看结果是怎样的 因为水枪和油枪结构不同 水枪打锁进去自然就是跳枪的效果 那等调查员将水灌满过瓶之后 我们来看看它的重量 那这一瓶就是经过我们刚才用水枪跳枪的方法将它灌满水的 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非常之多的气泡在上面 那我们现在先测试它的重量是有多少 经过浅量 用跳枪方法灌水的水枕浅出的重量是19.34盎士 那换算之后相当于是548克 而没有经过跳枪方法灌水的水枕大约是556克 那看上去确实比跳枪是要重的 那是不是只可以说明跳枪会偷油呢 这个时候网友又有新的发现 我研究出来了 那街下突然停一下 这样搞三四次 油枪内的压力会突然增大 加油机上面的计量马表就会转得快点 加油枪一直不停顿压力就会小一点 马表转一就会慢点 还有人统计 频繁停顿加油方式 确实会偷走少量油的 小轿车一次加油40升 通过这种加油手法 可以偷1.5升油的 那如果是大货车一次加油300升 那就会少加7.5至12升了 哇 网友说得实牙实耻 有计算又有数据 看来如果是物理知识比较薄弱的市民 很可能就会认为是无从分辨而直接相信了 看来要验证一个说法 用我们自己做的山寨实验肯定就是不够的 所以我找了高人为帮忙 不过话实话 高人在哪里 明明约在这里等的 哇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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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思 你好 你好 我们现在来到广州的某加油站进行实验 觀眾朋友我想問一下我們是怎樣來進行測試是用什麼設備呢 設備?我們專用的設備 就在我們身後這裡 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加油機專用檢定裝置 它本身長度很高 我們有這個設備之後應該怎樣做這個實驗呢 這樣我們做兩次 第一次就是游槍連續地加油加50聲 看結果如何 第二次我們專程停頓很多次 看結果如何對比一下 兩個是來對比的 我們有這個方法之後就馬上開始 我們首先採取的是不停頓加油的方式 雞糧中心的相關專員 將油槍插個雞糧桶 然後讓油槍一直加滿雞糧桶 這個時候加油機上面顯示是50聲 而雞糧桶顯示的標準黑度就是26.9mm 然後工程師再將雞糧桶的油放乾淨 我們現在第二次就用停頓法來加油的 請師傅先幫我把設備搞定好 現在我要親自出馬 只見調查員爬上設備車 採取沒有規律的方式 時不時就隨機停槍 而且手勢時不時又蹲幾下 這樣停頓七八次 一直延續加到加油機 顯示加滿50聲 這個時候計量廠顯示的標準黑度 是26.8mm 大家剛才已經看到了 兩次的加油方法 第一次就是直接不間斷加的 而第二次就是停頓的加油方法 兩次都是加滿50聲的 而第一次直至不間斷加的體積 就是49.88聲 而第二次的實際體積就是49.87聲 其實結果都是差不多的數據 是嗎? 為什麼會這樣呢?潘工 這個是正常的 兩次結果非常之接近 第一次就是連續加的 就不差是0.25% 第二次是正的0.27% 其實都在國家批評的 1,000分之3的不差範圍之內 所以說我們平時加油那種跳槍的方法 是會被偷游的一種說法是謠然的 加油槍的端口有一個自封裝置 很敏感的 目的是為了防止加油那時候 油箱的油液出來 加油過程中 油槍有壓力 油就會往上反 風油由接到這個自封裝置 加油槍就會自動關閉 自動跳槍 除此之外 廣州能量檢測研究院 還從全市範圍內 隨機選取了另外三間加油站 做了更加正確的現場實驗 他們隨機抽取了三次不同油筋的加油槍 進行計量 而且對每支油槍分別進行大流量的加油 以及小流量加油 供12次的檢測 同時 跳槍停頓次數也增加了停一次 停15次 停30次的加油計量數據 增大了樣本數量 檢測結果顯示 連續加油和停頓加油 最後所加的油量都是相差無幾 存在的誤差都在國家規定允許範圍之內 油槍頻繁停頓 並不存在所謂的偷油貓尼 坤坤 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作弊不一定會在油槍裡 有可能在油箱裡 是不是 可以看看 待會我們看看 可以打開看看 打開看看 我們現在打開看到這個油箱的構造 其實是怎樣的 這樣 它本身那個油 從下面的油封 油槽打上來 下短這個 下短這個 上來之後 就經過這個核心的部位 就是流量計 這個流量計 心臟的部位 這個流量計 這個流量計 轉動之後 就把那個數 給了這個編碼器 嗯 編碼器 把編碼 編成的密充信號 給上面的 傳輸上面 這裡 那邊的主板 主板就會顯示 彈了幾個聲 就是這樣的概念 影響到 準確性的地方 就是一個是 心臟部分 它可能會填 編碼器的部分 可能會做些手段 嗯 主板的部分 可能會做些更改 那在這個三角 關鍵的地方 我們都做了一個 打了一個月封 全部都已經封鎖了 哦 那就是說 這些作弊的地方 都已經封鎖了 有關部門 都是經過嚴格的監控處 大家可以放心 來老婆我出去一會兒 深深半夜的去哪裡啊 去加油啊 天寒地冷去加油 找個藉口找到好一點的吧 肯定要去找珠鳳狗也玩啦 神經病啊 現在我們家的餐餐 越冷越好 上來不跟你說 說你也不懂 嗯 常述到的男士 究竟是不是出門加油 我們也不知道啦 但是自從換了角料石油之後 街坊呢 確實普遍感覺到 那些油是沒有那麼耐用的 有街坊就提出 可以令油更耐用的方法 就是早晚加油 選擇什麼時間斷來加油 斷來加油 斷來加油 斷來加油為什麼呢 斷來加油 沒有那麼非法 資料上有時候 早上比較多一點 早上比較多 為什麼呢 可能 最老是看了一些報道 好像說早上加油比較省亮 不同的溫度呢 會影響汽油不同密度的變化 而汽油密度 又會影響汽油的質量 結合液體 液上冷縮的物理特性 不同溫度下 汽油會引起密度變化 以普通家用挑車 50升的油箱為例 當油溫是10度的時候 汽油質量是37500克 而油溫是40度的時候 汽油質量呢 就是36550克 兩隻之間相差950克 這個質量的差距相當於 是1.31升汽油 看來氣溫低的時候 加油更加之底 一個說法 好像又說得通 怪不得加油站早晚的時候 這麼多人加油 不過還是要問一下工作人員 你好啊 你好啊 打擾一會兒 我是想問一下 加油站有這麼多油 那些油都是儲存在哪裏的呢 根據加油站的設計規範 我們的油罐是要賣在地下90公分以下的地方 賣在地下90公分以下的地方 賣在地下90公分以下 為什麼要賣這麼深呢 這個規範是考慮的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為了油管的安全性抗霸性 第二就是為了令油的溫度不要波動那麼大 第三就是保護好油管 最關鍵的 溫度 那就是這個儲蓄池 都是有溫度的監控的嗎 是呀 我們每天 我們是24小時監控住的 每一時間的溫度 我們都很有記錄 都很有保存 那可不可以帶我去看一下 好 帶你去看看 好 謝謝 這個是我們油站易軌 它可以實時監控到我們油站的油量 質量和數量 還有溫度 你可以看到上面顯示了 還有溫度 可以看到每一個油管 嗯嗯 就是正確到連溫度 油高 體積 所有數據都已經是這個溫度 可以看得清楚的了 沒錯 其實儲蓄池的溫度 在每個加油站都可以看到的 那究竟汽油的溫度 會不會隨著外面溫度的變化而變化呢 看來我真的要早午晚都守住在這裡 進行調查才行 第一調查員 首先在早上7點鐘來到加油站 現在是早上的時間 7點鐘正 那身後溫度是去到16度的 我們再看一下油溫是多少 那在早上的7點鐘 這個儲油池的溫度是20度左右的 我們在中午時間 再看看油溫是多少 現在是中午的12點鐘左右 那現在室內的溫度是22度的 我們再去看一下油溫的溫度是多少 那現在在中午時間 這個油溫的溫度是21.1度 那現在我們來到晚漲的7點15分 再看一下室內溫度是多少 現在是20度的 我們再看一下現在儲油池的溫度 究竟是多少 那現在這個儲油池的溫度 就是20度左右的 總結一下我們在三個時面 所測到的戶外溫度 分別是16、22、20小時度 而多應儲油池的溫度 就是20、21.1和20小時度 那換言之 一天下來儲油池的溫度變化 都是只有一度左右的 並不會隨著室內溫度的變化 而劇烈變化的 那氣溫穩定 氣油密度也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所以不管在什麼時間段 在這裡加油的話 氣油質量也不會有非常大的變化 它的變化是很微的 譬如說正常的加油加50升 它膨脹了60毫升 60毫升 即是好像我現在手上的這個水瓶 這裡有330毫升 即是在這裡的六分之一左右 調查到這裡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加油的時候跳唱是不會偷告油的 而且正規的大型加油站 比如是中石化旗下所有的油站 無論是加油槍 還是加油機 都是被檢測部門嚴格監控 即是定期抽檢 是沒有辦法做任何貓 而且因為安全問題 加油站的儲油池溫度 都是保持得很穩定的 氣油的體積不會有太大改變 所以不用為了省錢 而故意一早一晚才加油 我們今天和大家破解了 有關加油站種種 次是而非的留言 所以說謠言是不可以輕盡的 有什麼不明白的 不確定的 歡迎在生活調查團的 公方美訊號入面進行提問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春節特別版塊 調查團帶你買年貨 中國人歷來都將過年當作一件大事 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在過年之前 會做很多的準備 會買很多的東西 有吃的 穿的 玩的 融的 還有送給人的 這些就統稱為年貨 年貨的種類繁多 不知道在街坊的心目當中 每年都必須買的年貨是什麼呢 我不買年貨 買些乾果 買些紅酒 還有些洋酒 好 這樣 油果煎堆 蓮子 買糖果 那些乾貨 瓜子 花生 糖 看來街坊的選擇 跟我都是差不多的 每到過年的時候 我都一定要買些瓜子糖果 酒 飲料 還有大大小小的乾貨 少一樣我都會覺得年尾不夠 如果有一個地方 售賣的種類齊全 同時價錢也很便宜 那就可以買得大快人心 在剛才的採訪當中 有兩位街坊 就號稱自己是年貨購物達人 是不是 先不說那麼多 我們馬上請他們出來 明仔 25歲 覺得上網買年貨價格更加便宜 張嶺姨 40歲 覺得去大型超市買更加十位 覺得網購夠便宜 而且不用出街 可以買得了 很多人的心目當中 都會認為網上買東西 是會比實體店便宜很多 我覺得網購不靠譜 又不夠安全 不過其他我就不理 到底買年貨是在網上買便宜一些 還是在超市買便宜一些 下面就要麻煩明仔和張嶺姨 跟我們一齊來做調查 事不宜遲 馬上出發 GO 明仔和張嶺姨都拿著一張 街坊的年貨清單 他們分別要在一個小時之內 買齊每年所必買的幾種年貨 有菊旗餅 瓜子 以及開心果作為零食代表 還有各種各樣的糖果 還有酒水飲料 最後當然少不了 就是廣東人最愛的各式各樣的乾坊 我們一齊來看看 究竟上網買年貨便宜一些 還是去超市買更加便宜 我現在去到網上企電店 打上黃冠曲奇 便出來 來吧 明仔選擇了全國最大的電商網站來購買 每手上一樣商品 都會出現好幾頁店舖的網站 而他都會選擇當中最便宜的一家放入購物車裡面 其中790克的南瓜曲奇 網上的最低售價是88元 而珍藏版的紅酒禮盒是166元 明仔在這個鐘頭之內貨比三價 正跳細選 最終明仔在網上買齊清單上面 所有的年貨 包括郵費在內 他一共花了1867.9元 這個價格算不算貴還是算划算 接著來我們再看看張靚依 在超市的情況是怎樣 找到了790克南瓜曲奇 在超市裡面 張靚依第一樣找到的年貨是南瓜曲奇 當他聽到先買78元 足足給網上便宜10元的時候 毫不猶豫便宋了三盒 接著來他又在糖果區 斬獲了朱古力和牛奶糖 而這兩樣的商品不單止給網上停 而且還可以多買多送 張靚依越買就越興奮 他走到酒水區 看到蜂藏老酒整箱買 立即減18元的時候已經不擔定 恨不得多拿多兩箱 而目前的正跡來看 旭爾瑪和好友多超市裡面的曲奇 糖果和白酒在價格上 似乎就比較有優勢 不過在飲料和乾貨上面 是否可以比網購便宜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好了 兩位都已經在限定的時間內 買好了清單上的年貨 下面我們一齊來對比一下 到底買年貨是在購文網站買便宜一些 只需78元 而朱古力 牛奶糖 瓜子 開心果為代表零食小食類 超店的價格都比網店的價格 便宜兩到十元不等 而在酒水方面 因為超市售賣的蜂藏老酒 所以買滿一箱只需150元 比網店足足便宜了20元 而紅酒和常見的火燥飲料 超市的價格依然比網店的價格低10到20元 在乾貨商品當中 超市依然是以低價領先 在兩個人都買齊相同牌子 相同數量 相同類型的年貨商品之後 明仔在網上購買的 一共花了1867.9元 而張靚依在超市裏買的 只是花了1476.3元 在1000購買年貨 哪裏最低的調查當中 由張靚依成春 體力在網上買年貨 並不會更加便宜 就好像餅乾和酒類的年貨商品 反而去旭爾馬 和好友多超市買會便宜很多 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沃爾瑪和好友多商場 在全國有400家門店 由總部的採購 統一於供應商洽談 集中海量採購 所以我們的價格會更低 還有就是進口商品 全球採購主彩 所以我們的進口商品 會更具有競爭力 為了滿足更多的家庭消費 我們外馬和好友多商場 推出買整箱 省更多 多買多省 經過一番的調查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購買年貨 在網上買的 不一定會更加便宜 大型超市 因為它在全國 乃至全球統一 直接採購的優勢 在某些年貨的價格上 甚至會比電商更加優惠 好 明仔你看看 凡事都不可以太絕對 好了 調查團帶你買年貨 這次內容又差不多了 兩位街坊 讓我們一起來享用年貨 明仔你做甚麼 我嗎 我沒有經常買年貨 我現在才到 看來買年貨 還是去超市買 會方便一些 而且在這裡 只要買滿188 還可以享受兩公里以內 即是免費送貨到家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又要去送貨 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眼仔走了 喂 等我 我也在這裡買 你連接收睇的是 廣東廣播電視台公共頻道